大家好,我是Dem 女爱豆们在退团后 或者是在空白期间成为网络直播主的事情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些曾在舞台上与粉丝们见面的女团成员 转而成为直播主 并透过个人直播与粉丝们见面的事实 本身仍然是一个话题 女团Lovolidge出身的特技术 在2月26号开设了AplicaTV频道特技术 并透过直播与粉丝们进行互动 她表示自己平时喜爱游戏 因此宣布作为游戏直播主 而关于开始进行直播主的动机 测机所解释说 我正在走演员的路 但情况不是很好 那时候很辛苦 加上潮流变化迅速 我在思考我最擅长的是什么时 想到了进行直播 她还透露自己正在努力做运动 包括芭蕾和普拉提并尝试参与作品 测机所最后表示 不知道能否实现 但很想举办Lovolidge的演唱会 所以正在和成员们密谋 虽然可能性大概只有5% 但还是想尝试看看 代表很爱我们 我觉得她会答应的 但成员们日程繁忙 每个人所属的公司 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不行 但我们还是想尽可能的尝试 过几天我会去米珠家玩的 AplicaTV是韩国最大的直播平台 虽然也有很多正常的直播 但是由于很多走性感风格的直播主 这个平台给一般人的感觉是偏负面的 接着是女团台亚出身的 她在2015年出道大约三年后就退出演艺圈了 之后 她在AplicaTV以VJ的身份 与粉丝们保持沟通 但她曾与一些离开台亚而留下恶评的粉丝们发生了争吵 最终 她从2020年开始暂停了VJ活动 最后就是安索米 安索米从2017年中途加入 成为台亚的新成员 但是从2020年发信的Flower for Season开始 她就没有参与过台亚的活动 之后安索米在PandaTV平台上 以网络直播主的身份再次出现在大众们的眼前 但由于PandaTV因以成人内容而闻名 所以这个消息马上就引起了热议 安索米去年在一个节目中表示 现在成为BJ已经一年了 她也是一个青春女团 只因为平台上有很多成人直播 所以就有报道说 我成了成人直播的BJ 我的主要内容是互动音乐广播 专属合约也结束了 我不再是艺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 接受donate时会做出反应 也会穿性感的衣服做反应 并且以随性的方式进行广播 她还透露了自己因为恶评和谣言 而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从青春女团转型为直播主的情况 并非所有人都持正面态度看待 然而 在难以找到其他活动机会的情况下 一些女团成员选择以个人形式 进行活动与粉丝直接见面 她们能够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主要才能 如沟通能力和才华 这也是她们开始进行BJ活动的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索吉祖自己说 现在做的演员工作在今年上很困难 那么她可以在更年轻的时候 考取资格证 寻找其他职业 她讲话温和 脸蛋也漂亮 看起来像是可以很好的从事咖啡厅 或销售之类的服务行业 但感觉正式开始工作前 就觉得很迷茫 所以她想一边做演员 一边以交流为名赚一些钱吧 听说昨天的那次直播 她真的赚了很多钱 吉祖不是做那种女直播主 而是游戏直播 应该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兴趣吧 如果真的是为了生机 想要赚大钱的话 她就会去做那种女直播主了 毕竟Loblige也不是没赚钱的组合 说实话 不管是游戏直播还是什么 从开始接受抖内的那一刻起 我就认为是结束了 已经有接受抖内做反应的影片在流传了 AplicaTV形象不好也是难免的 但比起那个 安苏米的PandaTV 不就是成人直播吗 为什么好像是很冤枉一样的说话呢 你们又不是要养活他们 他们在哪里直播有什么关系 他们开直播是想要努力生活 难道你们不能理解那份心情吗 平时都不关心的人 现在这样平头论足真是好笑 如果你们真的用粉丝的心情去关爱他们 他们早就成为顶级明星了 对于女爱豆们成为直播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想要有点赌论 明镜安牙 是人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